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是公然污蔑指责 美国也要不惜一切来阻止中国的发展 阻止中国的崛起 而到这儿呢 其实美国这种无端的制裁目的也就很明了 可如此做法不仅侵犯了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 更是进一步破坏了中美之间的合作以及之间的关系 而别忘了在禁毒领域 中美之间一直都是有合作的 不夸张的说要不是中国 美国今天在这领域不可能有如此的成果 然而美国的制裁相当于又关上了中美合作的另一扇窗 如果中国因此拒绝在跟美国在禁毒领域合作 那美国该如何呢 美国虽说目前还是全世界的第一大国 但是很多方面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是必须存在 而且无法切割 美国肆意干一些损害中美关系的事 对其而言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当然 或许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而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美合作的渠道越来越少 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张 那么就很难恢复之前的正常关系 而对此美国也不可能不知道 如此还频繁地做出损害两国关系的举动 其实你看美国进一步地破坏中美关系 就是其根本就没打算缓和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至此也难怪中国会拒绝中美防长会晤的邀请 现在来看 原来是早就有先见之明 我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拒绝中美防长会晤邀请时声称 美方应该展现出对话的诚意 立即纠正错误 尊重中方的主权 安全以及利益关切 显然我国至今没有看到美国的诚意 所以这次会晤也没有必要展开 考虑到美国无故对中国实施制裁是在中方拒绝会晤之后 那么另外也就不排除这是美国人气急败坏后的表现 想要通过制裁向中国表达不满 而当然不管是为了制裁而制裁 还是美国因中方拒绝会晤后的报复 总之呢 在我来看啊 中国早已经戳中了美国的痛点 那就是该国根本就没打算缓和这样国之间的关系 始终把中国当成对手 只要中国继续发展 美国就永远容不下中国 那么对中国的针对打压也一直会进行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